桃園隆德公司马祖26号晚间从基隆启程 即将跨海前往马祖进行绕镜活动 预计在南竿北竿展开三天两夜的徒步绕镜 好 主要贵观众可以看到在信徒的簇涌下 桃圆隆德公司马祖的神尊起驾上车 要前往基隆港登船 这次总共有12台的游览车共600多名信徒 要陪伴马祖前往马祖进行绕镜 进乡的仪式 让我们来听现场的访问 龙德公这一次有五六百个人到达马祖一起徒步绕镜 也是为了我们的乡民啊 大家都在脱海 大家可以说 和四马祖来保密 四马祖的神尊在晚间八点半左右顺利抵达基隆港 马祖也顺利过了海关准备登船 现场信徒相当多 但也都非常的有秩序排队等待 这次的绕镜活动从27号早上开始 将在马祖的南竿北竿徒步绕镜三天两夜 为离岛的居民祈福 当地的公庙也都准备好了 要进行静香寻安的事宜 而连江县的警察局也已经提前将 行径的范围进行道路管制 以上说明总统的最近消息将镜头将来给棚内